柯文哲他有一個理想 他想要營造一個在野的大聯盟 他可以不需要入黨 但是黨支持他 當然是講的是民進黨 但這個難度真的是太高了 然後最近他有很多的發言 對深綠的人來講 覺得聽起來真的是不太喜歡 那麼今天 即使他跟蘇貞昌 已經正式碰面了 可是他還是沒有 給出一個正確的答案 給出一個最後的答案 他要不要加入民進黨 請光營再觀察一下 他到底為什麼猶豫 他入黨有什麼優勢 或者是說有什麼劣勢 我們剛剛在前面 那三節新聞的時候 我的感覺就是 很像是在做鏡子你知道嗎 就是說藍跟綠就是根本就是鏡子 只是說一個批判的國民黨 一個批判的民進黨 就是說黨中央跟主角 跟其他候選人的那種困境 還有狀況 幾乎是完全一模一樣 對 真的是 就是說黨中央角色尷尬 然後主角都還沒有正式說 要或是不要 或是怎麼選 然後其他想要參選的人 就很急著說 你趕快去選 就答案的那種狀況都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對 這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說其實就是 民進黨當然他面對的困境 其實跟國民黨是一樣的 就是說他們當然有可能 不希望柯文哲出來選 就像剛剛主播講的 就是他有他的優勢跟他的劣勢 他優勢當然就是 他的名氣很高 前幾天有一個民調講說 甚至於他是贏過連勝文的 姑且不論說 他是不是一個可信的民調 但是至少在黨內來說 這個一定是一個定心丸 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話 他的劣勢是什麼 就是說他跟連勝文一樣 就是被黨內的人就認為說是一個自走炮 而且他甚至自走炮的程度比連勝文還高 因為說連勝文至少是 我是關起門來 就是說我自己黨裡面 我至少是黨的一份子 但是柯文哲不是 柯文哲他現在從頭到尾 他並不是黨員 而且甚至於說他喊過好幾次 他甚至說為邦不入 他不要入黨 或是獅子不要關在籠子裡面之類的 就是說我不要去你的黨 他是講過好幾次 他是有可能會變成第三勢力出來參選的人 這對民進黨來講太頭痛了 就是說假如說他第三勢力出來參選的話 可能馬上民進黨要面對的就是 上一次五都選舉的時候 國民黨在高雄面對的狀況 就是民進黨推出來的人 搞不好得票還沒有那個第三勢力的人多 對 這樣子我覺得就是說 對國民黨來 對民進黨來說那就太情何以堪了 所以在現階段 我覺得這個 儘管說他有這個問題 就是說他到底 將來會不會管住他的嘴巴 然後就是說另外就是他能不能就是說 帶領其他的母雞帶小雞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這些問題到最後 民進黨還是要面對一個問題 誰能打贏這場選戰 沒錯 誰能夠至少拼的就是五五波 那現在看起來就是除了柯文哲之外 也沒有其他的人 柯文哲自己就說 你們到底只是想選還是要選贏 是 就是這樣子 但是對兩個黨中央來講的是 你這樣大炮型的人物 你們為什麼老是炮打黨中央 就不能接受 所以說他們現在要談的可能就是說 將來假如說你這個提名的話 你是不是要管住你的嘴巴 這些比較細節的問題 然後其他的話就是協調 但是最後他們面臨的抉擇 還是說什麼樣的人打贏這個選戰 跟國民黨的選擇是一樣的 然後最後就可能 他順利入黨的狀況